半斤 半斤干嘛老是拖 不是带你出去玩的吗 不要那么用力 干什么 太热了 我们准备带半斤去洗个澡 因为马上要出发西藏了 给半斤洗澡都要80块 70 我们今天晚上开这个酒店才79 有阿龙在狗狗洗澡方便一点 我一个人没法给半斤洗 只能送宠物店 干什么 干什么 他这个绳子还可以 怎么咬都好像不起皮 半斤咬不断这个绳子吧 他双床的标准间是63 蜜月大床房才79 那就订个大床房 半斤叫什么走 是往这边走吗 半斤开心喽 走喽 他说的狗狗可以 院子还挺漂亮的 七十九 能钥匙开的 哇是这样子的 我的妈呀 这怎么睡呀 能睡吗 不能睡吗 不要这个沙漫 这个好压抑 能弄到这里吗 这样拉过来就行了 这也会好一点 不然感觉老感觉头上有怪东西 对对对 他的话有一点的话弄这种 没事那边我们弄吧 乖吧 你个狗 他不会咬我 不会 我是不是喜欢狗 但是还是怕狗 空调是好的 我们叫了一个羊粥炒饭 一个饺子 阿龙下去打包的 等待会准备要直播一下 因为给大家说一下 半斤 跟谁走 笨儿子了 搞了一个话筒 柴道的货 吃完我们直播 半年没得吃 看他流口水了 半斤吃狗粮 进去洗澡 进来 去嘛 进来 洗澡快进来 洗澡 进来 过来 进去 过来 过去洗澡 过来 你揪耳朵 过来 抓头发 过来 过去洗澡 他怕 快点 他怕洗澡 他不想洗澡 过来 过来 半斤 快点 过来 要去抓他 进去 他怕洗澡 他在丢个冰激的 那么密码网 你还不想洗 那么舒服的热水澡 还不想洗 水一浇到他鼻子上就看到他鼻子上好丑 两三个痘痘 以后越大越丑 他妈妈就是半张脸都那么丑 他妈妈痘痘也很多 他还好 他现在小狗长大了就出来了 你看他鼻子上 一二三三个点点 真臭 皮鲜那么臭 臭皮鲜 他泡泡他不甩水 现在还好 他会突然间 趁你不在 不注意 他就甩一下 好享受在按摩 专业按摩室 手法还不错 半斤 到西藏那边冷了 就没法自己给他洗了 太冷了 我们应该再过几个月 又要开始打那些疫苗了 是这样子的 狂犬疫苗每年都要打 然后那个 那个胃胶巴 每年只需要补一针就可以了 所以是两个针 那我们什么时候 而且可以一起打 8月份的时候 那就8月份打 半斤 应该你爹给洗的多辛苦 你天天那么讨气 不懂得感恩 好 下周天直播 今天有个人说 不懂得感恩 小心哪天 就是菜板上的肉了 反正我们不吃你 以后不要自己偷偷的跑丢了 跑丢了就别人吃了 好像说西藏那边不吃狗肉 那不吃狗肉 狗狗走丢了怎么办 流浪狗 西藏的流浪狗很多的 就是因为他们不吃狗肉的原因 把这个拿给你 在这里 妈 这里 先插头 头插了他都不甩了 你怎么躲在这个角落 范姐 走 11点17分了 我们要退房了 东西拿完了 准备走了 走吧 拿这两袋 要是10拿去 就把门开着吧 就把门开着吧 走这里吗 走吧 有点高 试一下嘛 害怕了 怕吗 他那个爪子走这个不好 哇 有没有恐高的 转转楼梯 一下踩空了 这个视频我不剪 跟着我们走这个吧 半斤走的不舒服 你看这个 要去哪里 要回家了 还有小鱼 你爸多吗 谢谢你 不用谢的 在公园里面还不错 环境好 空气好 每天26元 我们把这个床打开 让狗狗透气 空气真好 要洗一下 脚都湿了 昨天咬烂了麦克风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天不是很热的话 就把它套起来 如果天太热的话 就把它拴在这里 人在的话 他就不会咬 人一走 他就要啃 抱负 对 抱负心理特强 吃千万饼 走吧 我们吃饭去了 对面都有饭吃 对面都有饭吃 好